大家好,今天我要来示范一下怎么样处理新鲜的墨鱼 那墨鱼跟所谓其他鱿鱼,花枝,章鱼这些都一样 处理的方法都差不多 它们在英文是属于就是所谓的cephalopah 就是头族类 什么叫头族类呢 就是说头长在脚上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构造 这个是墨鱼的身体 这是它的脚 它的眼睛在这里,嘴巴在这里 所以它的头是长在脚上面的 那如果你在水里面碰到一个墨鱼啊花枝啊 它是这样子游的 头这样子面对你 感觉好像那个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 但要怎么样处理呢 首先我要提醒大家 跟所有的新鲜海鲜一样 你没有在用的时候 一定这些海鲜呢都要保持冷藏 放在冰箱里或是摆在冰块上 这样才不会产生那个腥味 那我们现在要处理 首先你就是这样拉着 一拉 就是这个头脚连的里面的肚长一起拉出来 然后首先我们通常会把这个最长的这两只脚 切掉 让它这个八只脚的大小长短一样 然后呢 因为我们要吃这个这个爪 这个脚的部分 要保留这里 就这边两个是眼睛 你就在眼睛底下 切一刀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嘴巴 是硬的 你这样一挤 嘴巴就拿出来了 那这个脚的部分 这个皮你要剥也可以 不剥也行 我觉得保留那个皮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这个部分呢 你就可以丢掉 除非你要用那个墨汁 墨囊的话 你就小心地把它拿出来 那这现在身体的部分呢 我们还有一个动作 里面有一根一拉 你看 这个 长得像塑胶一样的这根骨头 拿出来丢掉 然后你看他的这个身体 这边有两个翼 这个两个翼呢 是可以很容易剥下来的 那他这个皮也一样 像脱衣服一样 很容易就可以剥掉 如果你不在乎的话 其实那个皮留着也不会怎么样 那接下来呢 这个身体的部分 里面还是会有一点点脏脏的 如果你要整支 里面要塞东西啦 什么的整支 这样子用的话 你就必须要在水龙头底下 很小心地把里面洗干净 或是你洗干净了 当然你也可以切成一个圈 做小卷 中卷 大卷 这样子的做法 那今天我就想来示范一下 要怎么样 在里面切花 让它炒的以后卷起来 如果要切花的话呢 你就要把这边 这边切开 就像切个信封一样 从边边 然后这样里面的这个肠 就可以很容易地清洗得很干净 那当然这外面的这个皮也一样 很容易就像脱衣服一样 一扯就掉了 好 那记得如果要切花的话呢 花不是刮在这个外面 是要挂在里面的 要不然它是不会卷起来的 那怎么切花呢 就是用刀尖 这样斜斜地割这个菱形的钻石纹 就轻轻地划过去就好了 不要切 不要切过头 反过来 直角地再切 好 这个全部刮好了以后呢 我们就差不多把它切成 五公分见方的块 那这样子的 这么大的呢 我就差不多这样切成四片 那待会就可以下锅炒了 好 我们处理了这样刚才 刚才那么大小的这个墨鱼呢 总共准备了四只 这样差不多炒出一盘 那 这个我们常常从冰箱拿出来 现在干干净净洗好了 擦得干干的 那我们就非常非常简单的 来炒一下 我准备了大蒜 辣椒 这个青葱 然后盐汗一点点的花椒 就是快炒 所谓这样子的投足类的 这个墨鱼花枝什么的 很重要的就是 要不然就是一两分钟炒起来 这样吃起来才会脆 你炒久了呢 它就会变得像 就像在吃塑胶一样 咬不动 如果你炒超过了这个两分钟呢 那还有一个办法补救 你就是用慢火 慢慢地加水 那边蹲个两小时 那它又烂了 所以就是两分钟或两小时 中间都不可以 好 我们现在炒锅大火预热 我加了一大匙的花生油 现在火很烫了 加上蒜片 辣椒 爆香以后呢 就是准备好了 墨鱼就去下去了 你看我们瓜花的部分 就会开始卷起来 然后我就直接下点盐 差不多用了四分之一卡匙的盐 我就不加酱油了 葱花也下去 然后如果你喜欢吃花椒的话 可以整粒花椒下下去爆香 或者加点花椒粉 好 这样都卷起来熟了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破熟 就起锅啦 非常简单的一盘新鲜炒墨鱼 再来一盘新鲜炒墨鱼 再来一盘新鲜炒墨鱼 再来一盘新鲜炒墨鱼